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良品电影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《记忆之夜》,珍惜再次从噩梦中惊醒,一旁的妈妈联盟安慰她,开车是爸爸,戴着眼镜的是哥哥伍猎,此行一家四口的目的地是二层小别墅,因为今天他们搬家了,哥哥一直是珍惜的偶像,因为从小到大,伍猎就是有名的小天才,不仅科目门门第一,而且音乐和体育方面也是异于常人, 简直是及所有人的羡慕与敬爱于一身,作为学渣的珍惜,哥哥就是他唯一的骄傲,除了出车祸后伤残的左腿简直是完美无缺,二楼里面那个小房间,因为存有前房主的一些东西,所以珍惜只能暂时和哥哥共用一个房间,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时,楼上那个小房间传来众无落地的声音,哥哥和爸爸都认为这是打雷声,唯独珍惜觉得不孝, 半夜珍惜躺在床上,再次听到了诡异的咚咚声,于是他独自起床准备进入小房间查看,就在他拧开冰冷的门把手时,一个手瞧摸摸地搭到了珍惜的肩膀上,他被吓了一跳,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哥哥,珍惜说我刚才听到有奇奇怪怪的声音,哥哥笑道说我看你是不想学习吧,算了不如我带你出去吹吹风,下着大雨吹风,可能就是这韩国男人的浪漫, 不久之后哥哥就被爸爸叫回去找一份资料,哥哥叮嘱珍惜,在这里等他十分钟,马上就回来,当哥哥经过一辆面包车时,几个大汉从里面钻出来,强行要将他带进面包车,这一幕恰好被珍惜看到,他只能远远地记住面包车的车牌号,随后急急忙忙地赶回家,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妈妈,随即晕倒在地,事后警察却告诉珍惜,他说的车牌号是错误的,只能等劫匪主动联系,于是乎陷入好甘心血的等待,警方在珍惜家装上了监听设备,但是绑匪根本就没有打电话过来,终于在哥哥失踪的第十九天早上,哥哥回来了,但是哥哥却失去了那十九天的记忆,医生说哥哥患上了解离性失忆,因为十九天以来, 哥哥经受了太多的折磨,大脑出于自我保护,自动删除了这段记忆,虽然哥哥极力掩饰和以前一样,但是珍惜还是发现了哥哥的不一样之处,比如每天晚上都出去,而且残疾的左腿也变成了右腿,这天晚上珍惜因为学习疲惫之后趴在桌子上睡着,哥哥却诡异地出现在他的身后,甚至将铅笔芯不断地挤出来,测试珍惜是否睡着,他当然没有睡着,珍惜决定今晚尾随哥哥看看,他晚上 到底去干什么了,奇怪的一幕出现,哥哥走出家门之后,他的双腿竟然都不残疾了,于是他搭乘上了一辆低势,一路永远地跟着哥哥,在一个巷口,哥哥下车,接下来一幕却让珍惜看傻了,和哥哥接头的竟然是之前上回路苦工的那两个警察,原本珍惜还想进一步发掘哥哥的秘密,但是他被假冒警察发现,珍惜一路逃窜钻进了一个有黑的巷子里,这个时候哥哥从背后袭击将其捂晕了过去,第二天 珍惜睁眼后却发现他趴在桌子上,而哥哥也是一脸心松的,难道这真的是一场噩梦吗?珍惜当然不会相信这只是一场梦,因为梦不会如此的清晰生动,珍惜怀疑这个哥哥是一个冒牌货,哥哥将珍惜制服在地,你做的那些低事和那些男人都不是真的,你昨天忘记吃药,所以晚上犯病了。 对了,珍惜回想起昨天确实没有吃药,难道这一切确实是一场梦吗?珍惜向哥哥道歉,哥哥弟的说他俩是亲兄弟呗,可是珍惜在复习功课时,发现掉落在书桌上的铅笔芯,而且他根本没有跟哥哥提出租车,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? 珍惜将这一切告诉了妈妈,并且决定如果哥哥今晚还要出去,就叫上爸爸一起追过去看看。 晚上,珍惜听到妈妈给哥哥打电话,她将珍惜怀疑她是冒牌的事,正在打电话汇报给哥哥,看来不仅哥哥有问题,这个妈妈也存在问题。 当珍惜看到妈妈要上楼查看之后,她冒着雨顺着管道爬向了房间,当她揭开被子之后发现了湿漉漉的珍惜,但是她并没有揭穿珍惜,而只是意味深长地说,流了很多汗呢。 坐以待毙并不符合珍惜的性格,她冒险从窗户下掉了下来,发出了动静被楼下的妈妈听到,刚刚逃出来,珍惜就被爸爸抓了个中招。 面对三人包夹之时,珍惜将这个名义上的爸爸推倒墙边,投也不回地拔路而逃,最终成功跑到了附近的警察局。 珍惜认为自己被人非法囚禁了一个月,警察疑惑的是,为什么会有人冒充她的家人囚禁她? 警察根据珍惜提供的身份证,查到的信息让人大跌眼镜。 信息上显示,珍惜今年已经41岁了,她根本不是一个复读三次的21岁高中生。 墙壁上的日历,新闻上正在播放的特朗普访寒的消息,这些都无不透露出,现在是2017年,根本不是珍惜认知的1997年。 当珍惜照镜子之后,露出了她的本来面目,哪里是之前满脸胶原蛋白的高中生啊,明明是一个步入中年的老男人。 为了求得真相,珍惜再次回到那个家,刚踏进家门就听到二楼传来了音乐声,她推开了许演的房间。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侧卧的女性模特,地板上,琴剑上都是血迹,很显然这是一处案发现场的重现。 当珍惜一脸疑惑时,爸爸,妈妈,哥哥一个个走了出来,哥哥开始叙述当年的案情。 20年前,这里发生了一起全家被杀的恶性杀人案,妈妈和女儿被锋利的凶起残忍杀害。 虽然警方成立专门的调查组,但是在线索严重缺乏的情况之下,凶手并没有抓捕归案。 随着时间流逝,这起案件经过了追溯期,世人忘掉了这起案件,但是遗蜀还是忘不掉。 她用钱过来哥哥破案,用了四年时间终于抓到了凶手珍惜。 但是无论怎么折磨,珍惜根本不承认当年那起案件是她所为,因为她失忆了,遗蜀很不满意,想要找到凶手或者是背后主使。 于是她们又找到催眠专家,专家很快通过催眠发现珍惜的记忆出现问题,她的记忆出现了一段空白。 她们决定通过催眠让珍惜回到失忆之前,也就是1997年,也就是电影开场的那一幕。 催眠专家假扮爸爸,一位寄院老舅假扮妈妈,当珍惜看到星巴兰的房子时,才会冒出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晚上传来咚咚声,就是哥哥让手下布置案发现场时不小心弄到的,案发当天就是雨夜。 原本哥哥计划拉着珍惜去吹风,然后爸爸打电话通知哥哥回来,制造珍惜单独回家的机会。 原本计划很完美,可是由于哥哥是一个黑社会社长,当天晚上刚好被警察抓捕,计划被打断。 于是才会有冒充警察的上门,等哥哥被释放之后,已经是19天过去,可是查看最近天气发现全是大晴天,在等雨天的日子,珍惜慢慢起了疑心。 就算哥哥和盘托出一切,珍惜还是一口咬定,自己不是杀人凶手,随后拉开车门逃了出去,哥哥当然也不会放过他。 在追逐的过程中,哥哥撞到了路旁的树,晕了过去,珍惜在逃跑时被货车撞倒,剧烈的碰撞让珍惜回忆了起来。 在1997年的5月,阳光明媚,珍惜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准备搬家,可是在路上出了车祸,爸爸妈妈当场死亡,而哥哥重伤急需一大笔钱做手术。 珍惜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,找工作没人要,借高利贷也没有人愿意借给他。 无奈之下,珍惜只好在网上发布讯息,只要谁愿意承担他哥哥的手术费,他什么事都愿意干。 这天一个叫蓝胡子的人联系了珍惜。 对方愿意承担哥哥的手术费,但是代价就是要替他杀人,一边是杀人,一边是自己的亲哥哥。 珍惜一夜无眠,最终答应了对方的请求。 很快对方就打电话过来,将地址告诉了珍惜,并且将钥匙藏匿在水管内,嘱咐珍惜,这户人家有三口人,一个女人两个孩子,对方要求杀死女人,千万不要伤害孩子。 当珍惜看到熟睡的女人和孩子时,心就软了打算逃走,女人却误以为是老公回来。 当珍惜转过头之后,女人吓得大声尖叫,珍惜连忙安慰女人不要叫,她马上就走,随后慢慢地向后退去。 这个时候在二楼的女儿也看过来查看,发现陌生男子之后大声尖叫,这严重刺激到珍惜虚弱的神经一路追了过去,希望女儿能够停止尖叫。 在挤开门之后,她勿将匕首插进了女儿身体,随后走过来的女人看到倒地的女儿也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 珍惜脆弱的神经更加受到刺激,最终女人也惨死在她的刀下,一场悲剧就此产生。 在珍惜下楼时,小儿子叫住了她,询问自己的妈妈去哪了。 珍惜此时心情平复下来,她说,你回到床上去,莫数一到一百,数十遍,我就会把妈妈和姐姐带回来。 看到桥上的合照,珍惜知道,给她下达命令的委托人,就是她的哥哥主治医生。 医生为了杀妻骗宝,所以找到同样走投无路的珍惜。 两人发生了剧烈打斗,在打斗的过程中,医生也坠楼身亡,等珍惜醒来之后,发现哥哥就在身边。 哥哥此时不想办法让珍惜恢复记忆,打算给她注射毒剂一了百了。 珍惜费力地扯下氧气罩,承认这一切都是自己干的。 哥哥逼问,是不是女人丈夫委托她干的? 因为哥哥通过调查发现,在一个月之前,女人丈夫花费巨资,为妻子买了一份保险。 原来哥哥就是珍惜那一晚唯一留下的活口。 当年爸妈死去之后,他家的财产被亲戚瓜分,年幼的他被送进了孤儿院。 哥哥每天晚上哭着磨刀,就是为了长大之后,找到那个杀他家里的杀手复仇。 现在哥哥唯一想知道的,是不是他亲生爸爸指使他干的。 珍惜开口道,不是,这一切都是我干的。 这也许就是珍惜唯一能做的吧。 聪明的哥哥早已看透了这一切,他用尽一切手段,想要证明背后主使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。 但是他早已从珍惜的表情中明白了一切,所以珍惜死不死都不重要了。 最终接受不了一切的哥哥选择跳楼自杀,而内心充满谴责的珍惜,也选择注视独际自尽。 一场车祸毁掉了两个人的家庭,人与人之间所谓的命运的牵绊,大概就总是在冥冥之中变注定的。 好了,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